推着大帮小包在机场内准备搭机 却突然被警方拦截 一个个询问调查不敢大意 因为这团六人是要飞往泰国工作 明显事遭又怪 好不容易才让大家打消念头放弃出国 但其实这团其中一人是警方的卧底 也幸好有他选择报警 都没有公司的人实际跟我面谈 他一切都是说 就是到了泰国之后 再跟他们协调这样就好了 他后面感觉越来越不对的时候 就感觉有可能是这样子 原来当出生在脸书社团上 看到真电脑工程师工作地点在泰国 月薪2500美元 约台币75000元 还有业绩年结奖金 免费供应食宿聚餐 也包来回机票代办护照 但团员之一的小陈 越想越不对决定报警 让警方派人到机场拦阻 四人被劝阻没上飞机 一人执意搭击 但到当地 也被收到通报的泰国警方 劝说回台 他后续就是有跟我们联络说 那既然我们没有去工作 那这样子 他们帮我们订的机票 跟酒店那些 我们要负责的配钱 因为人诈骗过去之后 会被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蛮庆幸没有去的 虽然多数照片园区 都在柬埔寨或是缅甸 但也有些集团 会声称是在泰国工作 让被害人放下戒心 却没想到下飞机后 还是被载到这两地 怎样都会强制 落入人蛇集团的打工陷阱 TVBS综合报道